两个小孩占据了厕所 一人占坑一人就在外面收钱 谁知道等人来时 里面的小孩真的肚子疼占着坑 最后客人气呼呼地拿钱走了 哥哥非常生气 他知道贾玛尔的偶像阿米达来了 就直接将古马尔锁在厕所内 贾玛尔拼命拍门 却叫天天不应叫弟弟不灵 他掏出偶像照片在看向下面的毛坑 一咬牙就 爬出来后看见偶像 贾玛尔顾不上清洗带着满身污秽 就这样冲进了人群中 因为所有人都对他避之不及 所以他顺利地冲到偶像面前拿到签名 那张照片后来被哥哥卖了 可这也成了贾玛尔一身无法磨灭的记忆 多年以后他上了电视答题节目 第一道问题是1971年的 囚禁是谁主演 答案便是阿米达 作为一个从未上过学的贫民窟男孩 贾玛尔却能在此档节目上 过五关斩六将 所有人都在猜测他究竟是如何做到的 是作弊还是真的运气好 是天才还是命中注定 人们不会想到 贾玛尔能答对这些题目 和他这一生的经历都息息相关 第二个问题关于印度货币 国灰上有三只狮子图像下还有一行字 问那一行字是什么 这是印度最有名的名言 但贾玛尔不会选择的是现场求助 所有人都哗然了 其实贾玛尔出生在梦买的平民窟里 平日里都很少能接触到钱 自然也就不知这常识 答案是真理胜过一切 第三题是道宗教题 在关于仙神罗魔的描述中 他右手中握着的是什么 贾玛尔陷入了沉思 那一年他正在和家人在河边玩耍 突然 突如其来的宗教暴乱 现场一片混乱 他眼睁睁地看着妈妈被打倒 却又无能为力 哥哥带着他穿小巷逃跑 路上贾玛尔看见一个小孩 正是仙神罗魔的打扮 他答对了拿到了4000元奖金 但如果能重来 贾玛尔宁愿自己永远不知道答案 第三个问题 歌曲 让我看看你是谁写的词 这个问题凑巧贾玛尔也知道 从宗教暴乱逃出来后 他们也没了假 深夜下着瓢泼大雨 有一个女孩在他们身后一步一趋 贾玛尔于心不忍 夜晚贾玛尔被噩梦惊醒 他看见女孩还站在雨中 便忤逆了哥哥把他叫进来躲雨 女孩叫做拉蒂卡 父母也在今天的暴乱中死去 从这天开始 古马尔拉蒂卡和哥哥便一起生活 他们在街头游荡捡垃圾过国 这天一个男人找上了他们 并主动提出收留他们 三个孩子一到男人家里就乐疯了 因为这里有非常多的孩子 实际上男人是人贩子团体的投马曼 收留这么多孩子只为让他们乞讨 他们看上了古马尔哥哥的机灵 让他做孩子投 组织孩子们去街头乞讨 为了让孩子们显得更残忍些 马曼还会定期挖了这些孩子的眼睛 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场景 哥哥恶心地吐了 他没有想到下一个人就是贾马尔 差那间他愣住了 哥哥愁愁着去找贾马尔 鄙视贾马尔正和拉蒂卡聊天 俩孩子感情真挚笑容溢满了脸庞 得知被马曼叫过去时 贾马尔还很兴奋 他想要马曼喜欢他唱的歌 这样他就能赚钱了 满怀憧憬的他没有注意哥哥凝重的神色 到了地方后先唱歌 马曼最喜欢的歌就是 让我看看你 贾马尔开心地唱 旁边的人示意哥哥突然 贾马尔不明所以 却下意识服从哥哥的命令 一直跟在他们身后的拉蒂卡 也跟着跑了 哥哥带着他们穿过丛林笔制跑向车站 一辆火车正好驶出 贾马尔和哥哥先爬了上去 哥哥向拉蒂卡伸出手 可真正拉到手那一刻他犹豫了 拉蒂卡被马曼带了回去 贾马尔很崩溃 哥哥解释说是拉蒂卡自己松手的 他把蛙眼的是河盘托出 现在他们逃出来也不能回去了 从这天开始 贾马尔和哥哥在火车上游荡 如果再说起这一晚 他会想起那个他没带走的女孩 和那首没唱完的 让我看看 现场掌声为动 贾马尔已经拿到一笔十分可观的奖金 他选择了继续 正如他从人贩子逃出来后的生活 依旧精彩 仔细看 火车外道挂下来一个男孩 他攀着栏杆将手伸进去偷吃的 车厢里一个小孩看见 只给大人看 大人迅速起身抓住了男孩 几人好一番争执 车厢上的哥哥拉扯不住结果 两个人双双摔下车滚下山崖 没想到却因祸得福 在他们面前的正是太极林 这里游人如知 巨大的商机等待着他们 这天古马尔站在门口百无聊赖 一对夫妻出钱请他带着参观 贾马尔收了钱 可他也不知道太极林的历史 就只能胡说八道 说太极林是国王为了祭奠爱妻 而建的五星级大酒店 太极林前面的水池 其实是个勇士 有人都沉默了 在太极林兄弟俩靠科蒙拐骗 也赚了不少钱 但贾马尔仍旧忘不掉拉蒂卡 也不想再这样骗人赚钱 他祈求哥哥一同回到了梦来 想要找到拉蒂卡 他们辗转大街小巷打听女孩下落 但怎么也找不到 当时他们不知道 人贩子团伙赚钱并不仅是孩子乞讨 还有别的一些路子 直到有一天 贾马尔在地下通道遇见以前的伙伴 他拿出自己存的一张美元 小伙伴嗅了嗅觉得很不可思议 小伙伴认出了贾马尔的声音 并告诉他拉蒂卡被卖去了红灯区 得知消息的贾马尔就去找哥哥 决定就拉蒂卡出来 他们穿梭过红灯区 透过门缝贾马尔看见长大了的拉蒂卡 他想也没想就冲了进去 所有人都愣住了 还没等他们来得及撤走 人贩子的头头马曼就赶过来 他还记得这两个逃脱的男孩 更痛恨他们妄想回来带走他的人 还在拉扯事突然 谁也不知道哥哥这把枪哪来了 最开始马曼还谈笑风生 可当他看清后腿真的软了 他掏出所有的钱 又让哥哥他们三人离开 承诺不再追逐他们的 哥哥一轻疯了马曼 然后带着弟弟妹妹跑出了红灯区 后来每次回想这一夜 贾马尔都全身冒冷汗 逃出来后哥哥去找了当地的黑帮 他以马曼的死为投名状 因为黑帮老大和马曼一直不对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黑帮老大就这样接纳了哥哥 哥哥在回到旅馆时 把贾马尔赶了出去只留下拉蒂卡 贾马尔看见他眼里的情欲 明白他想做什么十分崩溃 兄弟俩打了一架 最后哥哥竟拿出了手枪对准贾马尔 贾马尔走了 从此再没看见过哥哥和拉蒂卡 这段回忆又让贾马尔回答出两个问题 他不认得一百卢笔上的人 却认得一百美元纸币上的本件名 所有人都觉得很奇怪 对面的主持人问他 是谁发明了左轮手枪 主持人一脸惊叹 他们没有想到 这些问题会如此契合古马尔的人生 离开哥哥后 贾马尔在手机客服中心当茶水工 在这里他接收到很多新知识 比如说剑桥广场不在剑桥 而是在伦敦 这让他又回答出一个问题 一天他偶然帮同事顶班时 在电脑上查出了哥哥的电话号码 他犹豫着拨通号码 对方一下就认出了他的声音 原来当时哥哥赶走他是无奈之举 马曼的人去旅馆找他们 为了保护弟弟 他只能把贾马尔赶出去 兄弟两师哥多年再次见面 贾马尔看见哥哥便将他打翻在地上 贾马尔又问起了拉蒂卡的下谋 哥哥没有告诉他 后来是古马尔跟踪哥哥时才知道 拉蒂卡这些年来过得很不好 他被哥哥送给黑帮老大 备受欺凌 古马尔伪装成洗碗宫进入别墅 久别重逢两人紧紧拥抱在一起 在厨房里贾马尔注意到 电视里正在放答题比赛的节目 拉蒂卡说这是他这些年最爱看的节目 而那个黑帮老大则是喜欢看板球比赛 老大回来后就命令拉蒂卡两人给他做食物 看着他这趾高气扬的样子 贾马尔很担心让拉蒂卡和他走 贾马尔觉得哥哥一定会帮他们 但拉蒂卡也不相信哥哥 最后贾马尔离开前告诉拉蒂卡 每天五点 他都会在车站等他 这是一场价值千万的答题比赛 此刻已到了关键时刻 主持人问 哪位板球手跑出了历史上最精彩的百分跑 男人猛了 因为他并不是很了解板球 在这之前他已经得到了百万奖金 一旦答错便会划为无用 男人深吸一口气又咽了咽口水 选择了继续答题 而后便进入了广告时间 贾马尔坐在马桶上不停地思考 主持人走进厕所 他说上一个从贫民窟的穷小子 密西维百万富翁的人是他 所以他很能理解现在的贾马尔 说完后主持人便走了 贾马尔走出来 发现他留在镜子上的一个B 他默默看着一声不吭 节目再次开始 贾马尔用掉了自己的一次机会 让电脑去掉两个错误答案 于是和私隐调指剩下B和D 古马尔思索一瞬后 主持人愣住了他一再确认 问他为何不选B 贾马尔却坚持几件 主持人沉默一瞬锁定了B选项 贾马尔答对了来到了最后一题 只要答对就能获得两千万物 就在主持人要开口时 今晚的节目结束了 这最后一题将会放到第二天来 走出直播间 贾马尔长呼一口气 却没想到两个警察正在外面等他 原来节目组怀疑他作弊 甚至能躲过正确答案 在警察局里 贾马尔说出了他这些年的经历 或许是命中注定 这些问题的答案他就恰好知道 而他来参加节目是因为拉蒂卡 别墅一别后 贾马尔每天都去车站里等拉蒂卡 念念不忘必有回想 拉蒂卡逃出别墅 两个人对着人海相望露出笑语 可就在这时 贾马尔看见哥哥带着人冲过来 他们抓住拉蒂卡把他塞进车里 等到贾马尔追出去时 你什么都没有 他回到了那个别墅 里面野人去楼空 贾马尔很绝望突然想起答题节目 当初拉蒂卡说他最爱看 那他是否能通过节目找到拉蒂卡 所以他来了 警察听完他的故事有些动用 他们放走了贾马尔 让他去回答最后一个问题 这场直播一共有9000万人观看 拉蒂卡和哥哥也看到了 哥哥长叹一声 他给了拉蒂卡钥匙 让他赶紧离开 拉蒂卡还有些犹豫蛋 哥哥还把自己手机给了拉蒂卡 又看了一眼他脸上的疤痕 送走拉蒂卡哥哥便返回去做准备 与此同时 贾马尔坐在了直播间里 最后一个问题是 贾马尔笑了 当年他们正是自诩三个火枪手 或许一切都是命中注定 他申请场外求助打电话给哥哥 可那头传来的却是女生 是拉蒂卡 贾马尔激动地问他在哪里 此时此刻那2000万卢比已不重要 主持人在一边问答案然后 时间到贾马尔只能靠自己了 他沉思了片刻便选了 主持人问他为什么 同一时刻哥哥躺进装满前的浴缸 黑帮老大看到电视节目 发现拉蒂卡逃跑了 他带着人闯进浴室然后 但哥哥也被老大带来的人乱枪打死 在他被打倒那一瞬 演播厅里的彩带落下 贾马尔回答对了获得2000卢 这一刻他只觉恍然 走出直播室 贾马尔颓然地蹲在路边 突然他看见对面的女孩 贾马尔站起来狂奔过去 抚摸着拉蒂卡的脸 过去种种闪烁在脑海里 此刻他终于安心了 这部《贫民窟的百万富翁》 在09年上映 获得了第81届奥斯卡最佳影片奖 短短两个小时 却凝聚了太多太多东西 向一步充满了苦难的史实 刻画出印度社会那不为人知的一面 如今我们中的大多数人 远离贫穷和战乱生活宁静 但这世界仍充满着泪水 还充斥着悲剧 在贾马尔与爱人拥抱时 他的亲人永远离去 只留下一声叹息 只是我们不曾知晓